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獲利方城市 在今天 加權指數以上漲50點作收 曾經最高點來到9251點 上漲76點作收 可是有一點點 因為早上突然宣布說 柴委會根本連開會都不開會 就一個短波力可以向下震盪 這盤會有一個向上攻高 最主要是昨天 傳出一個市場訊息是說 這一次不只是要把大戶條款的 這10億的上限調高到50億元 甚至於有可能廢除 我站在所有投資朋友股民的立場 我當然希望說未來 這真的是有可能實現的 可是你記不記得前一波 加權指數公高到9200點的那個位階 11月27號的時候拉高 是不是在這個位置點衝高 2天之後就做一個向下走低 你這種消息面的因素 如果不能夠持續的一個穩健的一個 向上攻高的量能潮 你都還是要撤下來的啦 好 你可以看到今天 在這一則消息傳出來 今天連開會都不開會 成就量能就開始縮下來了 又有一點點類似這個 有一點點上癮性的位階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前幾個交易 是跟大家講說 整體來說我從這個高點紅K 突破這個9039 我不認為是一個波段一個向上急功 因為有很多的一個變數 包含12月中旬 FOMC會議要去召開 以及國內好像到底要升息 還降息這個因素 所以當初就跟大家定調 我認為這個盤四格局 其實12月的 一直到FOMC之前 很可能是維持一個盤整 可是它不可能是一個波段下山 因為國際股市都在一個向上的主升段 所以今天如果很客觀的 來跟大家分析這個盤四格局 拉高到9251 留上癮線的這個位階 它是有可能 在量價結構轉成空方的狀況之下 變成一個夜星或是雙壓 但是我認為大盤跟個股 你分開來看 進入主升段的股票 它不會等你的啦 梁老師已經連續 從這個位置點跟他預告 我們全新的幾檔 這個郁金光第二 第二今天噴出漲停了 網價第二今天也噴出了 都是漲了第二根漲停板 你看這盤四格局上下晃上下晃 盤整沒有漲 可是昨天宏大店漲停算波亂新高 TPK漲停算波亂新高 12月等於第一 第二個交易日 有一點點還在去消化市場 一個消息面的因素 比較橫向盤整 可是投資朋友正式上工兩天 已經四根漲停板了 所以我認為啦 接下來的盤四格局 你不用擔心這個盤四格局 進入一個修正 因為我們真的落後 國際股市太多 那修正有幾種形式 比如說價權指數從8501 上工到這個位置點 應該五輪的結構 12345 我認為那個821系列是這個位階 理論上面如果震盪修正回整 是要回跌個0.3820.5的啦 可是由於我們落後國際股市太多 國際股市開始回檔 高檔震盪了 向下跌了一個過過程裡面 我們因為落後很多 所以跌起來等了 就變成一個橫向盤整 就是現階段這個盤四格局 所以我認為一直跟大家報告 不太可能是一個ABC 像他擊殺那種 比較明顯的一個空頭下探 或者是說還有人說這個盤四格局 執政黨敗選會一個崩盤 料是說不可能是這種盤四格局啦 所以接下來12月中旬我認為 頂多是向上奔走的盤整 或是橫向T形的向下 或者是橫向的335 甚至於強勢一點三角形收斂形態 那12月下旬會用噴的喔 所以如果這個盤四格局 在12月2號的時候 我們說這邊應該規劃一個A浪向下了 真的探低下來開了這個188點 可是他極彈有A2的性格 那果然A3下來了喔 可是昨天這個氣氛上面 突然丟出大幅條款的一個訊息 往上拉 證實了這應該只是一個 小分時的阻結段而已 實際上面 我們的波形可以更細一步的規劃到 變成A4 A5 其實在這個禮拜二已經完成了 昨天的B字A上來 小橫向的B字B 我只是告訴大家 理論上面這一段 會等幅向上對陣測量 就有一點點類似今天9251 這個位接到了 但是你真的拉高 我認為你還是要規劃一個 可能三角形收斂形態這樣的盤整 好 這個團四格局 因為這一波的一個向下極探 假設這個三角形收斂形態 是一個波段多頭的起掌點 你是不可能破這個位置點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告訴大家說 你消息面昨天再怎麼樣的多頭 實際上面你去追蹤 昨天居然外資還是賣超耶 好 所以大盤簡單的跟大家講 我還是跟大家講喔 就是盤啦 好 但是重要的是 只要我們確認這裡 不可能是一個波段式的向下殺盤 盤完還是要上上主身段 那你唯一的重點是好好利用 大盤還在醞釀所有投資朋友 還跟不上來的時間點 領先市場去挑出一些 主身段的股票 因為尤其你可以看到說 最近上櫃指數連續了一個強勢 到今天為止上櫃市場 已經是連續第四天 每天都超過30根漲零半 我在禮拜一的時間點 就跟大家報告說 你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12月上全的這個位階 很可能大盤在等待各種外資 要去確認 接下來可以積極做多的位置點 指數的空間 可能會繼續維持一個橫向盤整 好 可是上櫃指數 如果你願意在這裡積極挑漲停板 我認為主力實務群 如同我在11月28號跟大家預告的 好 因為明年到底 以及接下來15號的那個時刻點 到底大戶調侃會不會刪除 會不會是調侃上線 都是未定數 1月1號會不會實施之前 還有一個變數 那你認為主力實務群會怎麼做 我是不是在11月28號就跟大家預告 當然他更會積極的去掌握12個月來 前面已經錯過了11個月了 最後一個月就是 真的有體質的中小型個股 全線性表現了一個機會了 他一定會趁著最後這個一個月 積極的做帳做價 好 那你想辦法把 找到這些有機會進入主成的股票 好 尤其大趨勢已經回來一個多頭上升趨勢軌道了 好 所以12月你就是把盤勢格局看清楚 然後把資金集中到有機會受惠於資金流入的這個面向 那我還是跟大家報告 投資朋友好好去掌握這裡還在橫向反轉行情 如同我們的規劃當初 我說的這個滿足的幅度到了 我們就不收短期會員了好不好 可是操作的面向今天廖老師要跟大家報告 我們全新一批的股票我今天會跟大家報告 比如說這種股票 叫做郁金光第二 今天噴出了第二根漲停板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買這一檔股票呢 我在40多塊錢出頭就跟大家報告 今天已經幾乎差一點點就50塊錢了 噴出了第二根漲停板主要是 我在大概是在120塊錢把所有這個77.9元買進的郁金光 已經噴出了五根漲停板 這一個月就已經賺五成了 每一千萬賺了五成的資金了 那你可以看到最近這幾天 郁金光是不是都不漲了 為什麼 因為指標已經被禮了 而且要爆量 籌碼也有點混亂了 等他休息整理完 未來郁金光什麼時候可以買 梁老師來跟大家報告 好 來網家在禮拜一沒有377直接過 我就說345以上 我們就把所有第三筆的加碼多單也出清了 好 這是到昨天為止 如果你肯在這個275塊錢 買進了網家第三筆加碼多單到345買 這是額外賺了75萬 這是我們來回第四次的操作 10張已經大賺175萬 這已經實現了喔 郁金光到昨天為止 把他 就是爆量那個位置點 把他賣出去之後 這樣每1000萬你也已經賺了5成資金了 由於他已經來到那個短線高級期 唯一在長線還是相對偏低的 只剩下TPK 所以我們就持股希望 而且昨天也已經漲停板了啦 12月份如果你已經錯過 前面一波網家12根漲停 郁金光已經大賺53% 好 TPK已經4根漲停板 保護身已經賺37% 今天已經大賺43%了喔 今天保護身又噴出一根漲停板 好 李老師是不是在兩個禮拜之前 我就跟他預告 我要推出全新的一批 網家第二 郁金光第二 TPK第二 來 這個是11月20號的時間點 盤開始進入橫向盤整的區間 李老師說沒有關係 如果確認只是一個盤整盤 那簡單就是專心全力強漲停 好 來 同志朋友 這個是今天網家第二 好 已經噴出了 我們跟大家預告的第二根漲停板了喔 如果你已經把郁金光 每1000萬的資金 好 已經賺5成了 指標已經過熱了 相對高級期了 好 把它獲利了結一趟 好 這裡買現賺一根漲停板 今天突破這整理平台 再加碼 尾盤 這個是我們全新的郁金光第二 是不是今天又現賺一根漲停 好 這一個禮拜入會的所有 有新進的會員朋友 好 我知道你關心的是網家 你關心的是郁金光 可是劉老師為了照顧大家 衡量你的安全啊 如果郁金光未來有機會創新高 網家未來有機會創新高 他們都是很大型的指標性的股票 好 這個市場有一個龍頭 那一定會把第二線的 或者是說同樣體念 同樣題材股票也帶起來嘛 你把獲利了結的資金 這邊進場買進 這邊再加碼 今天不是現賺第二根漲停板 劉老師有沒有跟他預告 漲停板加倍奉還 好 我們今天早上是 還進行一個第二筆多端的一個加碼 好 這張股票 其實劉老師絕對不是憑宮 冒出這根漲停板的喔 來 這是11月27號的時間 11月21號的時候 劉老師就跟大家預告了 好 我會先讓我的會員朋友佈局 因為初期的成交量能才幾千張 還不是特別大 我怕我會員朋友買不買 好 是不是告訴大家 好 那個在115塊錢獲利了結的郁金光 已經賺了五根漲停 四根漲停了 你把它獲利了結一趟 再加碼這張股票 好 是不是現賣 現噴出漲停 好 那劉老師我們跟他預告 如果這個倒裝型態讓它噴出去之後 漲停板會加倍奉還 好 今天這張股票 好 劉老師先把它介紹完 我們再來去追蹤其他個股 來 今年我們台灣的一個光學股 大概最指標性的 當然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大力光 是光學股裡面的獲利王 本身還有蘋果相關的一個題材 可是真正全台灣 所有掛牌的光學股方面 好 唯一真正賺錢也有幾家 好 第一家叫做大力光 另外唯一一家咧 就是劉老師幫他跳出來的 郁金光第二 明年蘋果有可能推出雙鏡頭 今天的年增成長率 有可能拉高到三成以上 我說有一些股票在這個地量區 好 你要想辦法去找到 如果有機會去複製 好 郁金光一個轉機題材出現 就一個大幅度向上噴出 因為單季就有個3塊錢左右 原本在第二季來講還虧損3塊多 好 第三季幾乎不虧 第四季有機會虧轉移 所以造就了這一波郁金光 劉老師跟大家77.9典禮買預告 一口氣 我告訴大家是不要連續性的加碼 你要看到光學鏡頭 是全球一個成長主軸 那麼你複製的這樣一個成長邏輯 好 這檔個股呢 好 第四季都是全年度的觀望季 好 近四季的EPS持續穩健的上升走高 而明年光學鏡頭有可能進入了 好 所以雙鏡頭的狀況之下 今年到第三季為止已經賺一塊多 股價又相對便宜 再40塊錢出頭 你要不要現買現賺 今天噴出的第二根掌鈴板 好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樣一個選股邏輯 肯跟著劉老師做一個進場布局的動作 劉老師跟他預告的全新 玉金光第二 好 今天已經噴出第二根掌鈴板了 好 所以如果你已經錯過這些股票的 那劉老師說 其實這些股票的一個選股邏輯 真的不會那麼困難 從基本面上面再搭配技術面的一個操作 11月份劉老師已經幫大家賺了28根掌鈴板了 好 我也希望你想要做今年全年度最後一個月 替自己加薪強紅包的投資朋友 好 我會不希望 我會希望說你打電話進來不要斤斤計較 好 我們一定是在市場裡面 我所有的分析都事先跟大家分析規劃預告 好 漲停半只是順其自然 好 今年劉老師幫大家 從20多塊錢介紹的華爾格是大漲一倍以上 好 網家這樣子早就已經遠遠賺超過一倍了 在全市場沒有人跟大家分析這些股票的時候 我就事先跟大家預告的 好 所以你現在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 想替自己加薪搶紅包的 我跟大家報告 好 大盤歸大盤 個股歸個股 已經進入主升段的股票 他絕對不會等你 你又做過這4根漲停板的投資朋友 我會希望說後面的20根漲停板 你真的不要錯過了 好 劉老師說到做到 只要安全穩健符合我的選古邏輯 時間波最快進入主升段 我就會帶著你進場 好 明天第一個時間 跟著劉老師去掌握這一波的一個行情 好不好 至於劉老師所跟大家預告的網家第二 到底是誰呢 休息兩分鐘之後 劉老師去幫他解析 肺炎裂球菌 平常可能會潛伏在人類的皮箱當中 當我們感冒或者是命運低下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引發清晰性的 肺炎裂球菌感染症 你知道嗎 在台灣每12個小時 就有一個人感染 接種肺炎裂球菌疫苗 就是最有效的預防方法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頭部都有期貨 股票 雙震照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並將投資投顧 同時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震照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顧 不得投顧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負了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對家裡打鼓 也是 單用 最記憑啊 先用記憑啊 五分鐘 歡迎來到我們現場 關於另外一個類股自主群 我們為什麼會挑出網家 當初廖老師是跟大家報告 從5月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 今年大陸的政策面上面 氣氛上有一個全面截然不同的面向 由於國內的一個權力已經穩定了 這種政治紛爭 這個我之前就跟大家講到 我們看到了這一次丟出新國角條之後 大陸在房屋市場降溫 今年會複製像日本一樣 像美國一樣 增加股票市場的一個財富 來彌補消費力道的不足 所以我在5月的時候就跟你預告 006月保護生會是成為這一波 所有人的一個主軸 就是今天保護生額外再噴了一根 7%漲停半的價差來到16.3塊錢 爆出了11萬張大量 這真的是賺到會怕 這張個股原先是設定說 是很大資金的退休組的投資朋友 可以放中藏性的持有 以前大家都是報類似 像富邦金 國泰金 那種穩穩 價差波動不會太大 但是一個多頭上升趨勢 就可以爆很久 結果這幾天我會員拚命打電話 因為看他漲得太快太強 噴出那種高角度90度角度噴出 這一批的投資朋友 反而抱不住啊 有一點點心理會怕 所以當初劉老師說 這個型態上面 你可以看到保護生如果去突破 今天的收盤價來到這個位階 16.3塊錢已經把過去整整的 21個月大點已經完成了 你說他要漲到哪裡 我從這個時間點11塊4跟你進場 我就畫給你了啦 在每面1000萬資金大賺420萬元以上 好 可是投資朋友 這個廖老師說這個是一個長線的 另外一個大波段的一個起漲點 之前的分析我們都跟大家講到了 可是今天的重點是為什麼12月1號 為什麼12月1號剛突破這個型態 找盤有回撤是跌的 你還是要掛市價進場買進 然後連續兩天噴出兩根掌停板 為什麼 因為這個型態才剛剛突破 如果他醞釀了一個底部型態的 一個反轉訊號 梁老師先前就跟大家講過了 其實你要用一些 主身段的一個型態的旋骨法則 圓形底或者是大W底型 像保護生就是圓形底 非常重要 他既然花了3個月的時間 盤出一個圓虎底型 好 只要這個頸線的突破點 3%的大量長紅過 這個成交量有越過下降壓力線 這種股票就會等幅測距向上 直接噴出了啦 你就要重壓大買了啦 那我們上半段也講到的 郁金光第二不是同樣的一個型態嗎 好 那我們講到的保護生不是同樣的一個型態嗎 整理過了 然後已經有致敬要敲進 剛好結合互港東的趨勢 所以我們後來就因這樣的型態幫你挑到那個250塊錢 好 這個10張已經是大賺了175萬 10張已經大賺175萬 我們已經來回進書鍋4次 好 可是新進的會員朋友 梁老師會用同樣的選股邏輯 但你選什麼樣的股票 好 這已經是預告兩個多禮拜了 這是全新的網家第二 今天噴出了第二根漲停板了喔 我們是連續三天都是進行一個加碼的動作 他也是一檔新中概股 來今天突破這整理型態 你要不趕快再加碼 你盤中去攻漲停啦 好 來 這張股票呢 劉老師 其實三天之前這個轉折 第一點就開始佈局了啦 10月下旬 當我在幫大家介紹志冠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介紹了 好 今天是第二根漲停板的加碼 他新進的會員朋友三天的時間 每100萬又賺14萬 會費早就已經回來了 我的責任是既然答應大家要幫你去衝擊效 最後衝刺 劉老師認為穩健安全突破型態 本身基本面有一個大幅度轉機的 好 我一定會想辦法如同 我在上個禮拜跟大家預告 大盤你放一邊 從現在開始就是漲停板加倍奉還 你在形態 股票都在起漲點 確定他有機會突破 第一個時刻就跟上劉老師了 好不好 好 這張股票其實 今天已經如同我們預告噴出 第二根漲停板的價差 突破這頸限的形態 來 這個是當初劉老師在告訴你說 其實我們也買到了幾檔生計股 最近非常強勢啦 根本沒有加碼點每天漲停板 好 有機會我們認為成本拉開 比較穩健的時候我再跟大家分享 好 劉老師的網家第二 郁金光第二 我認為我的會員朋友買夠了 我一定會分享給大家 好不好 來 當初再跟大家介紹網家的時間點 最主要是因為他結合了 第三方支付跟財富通進行密切的一個合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年裡面 你買所有的中概股都不會漲 好 可是結合阿里巴巴能夠從大陸立足 然後甚至於到美國掛牌成為 他已經比我媽的市值都好大 我媽現在的市值是2600億美元 你知道台積電的市值是多少 才1300億美元 一檔阿里巴巴 一檔網路股 大陸的網路股 大陸的首富是誰 馬雲現在是網路股 那接下來如果2、3年後 真的我們市場有機會去挑戰新1批 為什麼我在190塊我認為 你現在不要去看大力光 你要去看2年3年後 我們市場的股王會是誰 我當初跟大家講哪一檔股票 我認為最有機會的是網家對不對 好 那同樣的選股邏輯 好 全新的1批股票 梁老師說 這檔股票也是全力切入 第三方支付的公司 好 那歐富寶呢 在接下來與支付寶 京東商城 天貓 日本樂天 甚至於它有機會是在明年 我們全台灣來最大的一家 第三方支付的轉機提財股 那下股價在今年以來 已經整理了6個月的短波燦底 然後底部去的形態 低根漲停板才出現 我相信這些股票都有機會 複製郁金光 網家 TPK 從底部去形態 剛剛起漲的低根漲停而已 好不好 那為什麼當初梁老師 每一檔都事先跟他預告 我新規定會員朋友 已經賺4根漲停了 我全部事先跟他預告的 好 那唯一由於這個籌碼 那我希望我會不會買多一點 你錯過了網家第二兩根漲停 一軍光第二兩根漲停板 後面的28根漲停 不要錯過了 好 加送一堂技術辦的內容 你可以教學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我們明天再見 往哪邊的inder 李宗 звты 取識耶 aux wells 慕非是情書 再下不需要 networks 請別再來 Carroll 是的 我知道 我已記錄 誰擁有你的賤金行銷 微記錄 並將停止利用你的可資行銷 接到銀行電話行銷時 表明您的意思就是維護您的權益 若不愿意接受行销 应明确拒绝并告知 若接受行销 应充分了解商品内容 交易成立需要签约 电话行销重诚信 明确回复免烦恼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获得投顾 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得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 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 2578 300 2578 3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得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得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起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 2578 300 2578 300 最舔你的投顾 固得投顾 台风好雨 来时怎么办 不怕 不怕 提醒您 要准备水 干凉和手电筒哦 记得关门窗 贴胶带 追杀包 随时注意台风好雨动态 到雨来时 随时了解淹水讯息 五十六警戒发布时 配合疏散避难 或自行前往避难所 如要紧急救援请拨打119 没事请待在家里 注意警戒讯息 不要前往危险地区 做好准备 安心加倍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 很浩广 精品家具 一次都温暖买齐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球机性的抢先上市 加一箱活菌猪肉 全程活菌饲养 自然提升猪脂免疫力 绝无药物残留 活菌猪生产 自动化电载 低温分切 低温运送 一贯作业流程 是从牧场到摊桌 都安心 且外销日本的活菌猪肉 加一箱活菌猪 肥瘦都好吃